要这个打开画图 给大家画一个这个 呃 占内存的一个呃 这个存储过程 就是它的这个存储方式啊 比如说我定义这样 这样操作啊 是INT类型的MNN 括号括起来 这里面写句代码 INT类型的A等于10 然后去做一个操作 是ADD 然后括号A 哎呀 选错了 也无所谓啊 放在下面啊 这代码没写完啊 上面再加加句代码 是呃 VoID VoID ADD 然后这里面是INT类型的A 然后括号 好像放不下 是不是啊 括号 然后是呃 RETU 呃 加加A 那我们知道这种方式什么传递 是这个是 直传递吧 直传递有个问题出现了 什么问题出现了 就是不会改变这个值吧 啊 不会改变这个值啊 同样这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对空间 如果是在在主玩数开比对空间 然后这里面传递过去地址 那那在什么 在这个函数里面能改变这个对空间里面内容吗 然后再说一遍这个问题啊 就是一个思考题 什么思考题呢 就是我在主玩数 开比一个对空间 开比 开比堆空间 然后将对空间的首地址传到什么 传到这个是呃 紫函数中 就在函数中这里面是什么 是地址 是P 然后我改变这个P里面这个地址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这个值 比如说P I 让它等于啊 10 这样可不可以修改啊 可以修改吧 啊 咱们这个例子当时给大家讲 就是讲了只是只是反过来讲 是没正过来再讲一遍吧 啊 这个是注意一下啊 你这个咱们扣词考题 就不是扣词考题 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个问题就行啊 把这个删掉 没有用啊 好 那这个代码写完了是不是啊 那我们这里面需要模拟一个 他们那个入战的过程 什么样东西会入战呢 啊 战区 这是一个战区啊 战区的模型 战区模型 战区啊 模型 啊 你别看这个有的时候画的是这个横向 有时候画动向的 反正你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内存是不是就可以了 无论战区还是地区 是不是都是内存的啊 啊 就你可以了啊 战区就是一个入战的过程 那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是吗 变量是不是可以啊 啊 是数组啊 结构体 然后是 枚举 然后指针 然后这个包括其他类型的这个数组 是不是都可以啊 啊 包括我们的常量是不是啊 啊 常量分为两个 这个一个是 这个自己写的常量 是不是可以啊 啊 是不是都可以都会入战的 因为这是存在我们战中嘛 乘去算是运行啊 第一句话是不是在这啊 我先用红色标注一下 是不是在这啊 啊 这是主玩数开始运行 定一个温量 A等于10 那是先把谁啊 先把这个10 A啊 对应的这个什么 对应的这个值为这个10 放在什么中 放在我们这个是 内存中了吧 是不是啊 啊 内存中放在哪个位置呢 放在我们这个是啊 啊 战区啊 战区是怎么增长方向的 是啊 从高到低还是从高 从高到低还是从低到高啊 从高到低是不是啊 那先定一个 这个是多少啊 10 存在这里面来了吧 然后呢 然后这里面是 掉一个函数 又定一个变量 这谁啊 是10 是不是啊 然后是 A 然后是 值为10 他是不是也把这个10 也会存在我们内存中啊 啊 然后存在内存中之后 他做一个操作 什么操作啊 是 呃 这是什么呢 先加加 然后再去计算结果吧 改变哪个 改变哪个对应的这个值了 是不是这个10 对应的这个值了 改变值为多少啊 是 11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函数怎么的 结束了吧 结束了之后 那是 就有个释放的过程 先释放哪个 先释放哪个呀 是不是先释放掉这个呀 为啥先释放掉这个呀 啊 这个里面 是不是因为这个函数 调用完之后就结束了 啊 这假如是一个什么 是这个我往上增长的一个方向 哎 用这个话吧 是这是一个呃 往上增长方向 就是我要存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从下往上存的 那释放的时候应该怎么的 应该是 呃 从上往下释放啊 呃 先释放哪句 先释放这句 是不是啊 然后程序运行到哪了 运行到这结束了 是吧 是不是这个 也得释放掉了 先释放掉哪块 是不是这一块需要怎么的啊 插掉 然后再插到哪块 插掉是 下边这块 是不是啊 那是不是这个是一个释放过程啊 然后你天的时候怎么的 比如这个函数里面怎么的 这个假如这是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就多一句话啊 再来一句话 比如说叫 ADD1 然后括号 ADD1啊 ADD1 然后什么是 这个是 A 我们再写个什么 写个ADD1啊 是 Y Y的类型的 ADD1 然后括号 一个inter类型的 A 然后操作 操作什么 操作是 RET1 Return一个 加加A 现在代码能看懂吗 能看懂吗 同样从主玩数中来 先定用什么 ADD 掉哪个里面去啊 掉呢是 这里面去吧 这里面去做操作什么啊 是 ADD1 是不是啊 然后跳这里面去 是不是啊 那程序的情况就是 就是内存怎么的 内存是不是还得往上加啊 再加一个A 这个A是对应的是哪个函数里面的值啊 那这里面有写下的函数名称啊 这是什么 主玩数中的吧 虽然都叫MN 但是他们是不同的MN 写不开了 是不是啊 写不开了 总有办法能写开 是不是啊 比如说这样 挪过来 是不是啊 然后把这个也往这边挪一挪 这先写下的函数名字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 MN 这是他的函数名字 主玩数中的吧 这个呢 这个是 ADD中的吧 啊 这个呢 是 ADD1中的 那比如说ADD1中 我再调用ADD2呢 是不是他怎么的 他还顺序往上增长啊 啊 其实咱们这块讲的这个函数里面 调用函数是不是可以啊 啊 这里面如果调用自己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 地规了吧 啊 咱先不讲地规啊 那先讲什么 调用其他函数 这可以吧 这块能明确吧 主函数 调用其他函数 其他函数就调用其他函数 是不是可以啊 创建这边量 每次创建都怎么的 都是相同的名字 但是啊 不同内存的存储空间 是不是啊 那这样情况下 如果释放情况下 先释放哪个了 给他描一下 描一下 描成红色 可以啊 然后先释放 是不是先释放这个啊 释放这个之后 A++ A++对这个里面有影响吗 是没有影响啊 为啥 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传递啊 直传递 这如果直传递 这里面我不应该用void 应该用什么 应该用intern类型 表示吧 但是咱们前面给大家讲void 这里面如果ray蹭一个A++ 是不告错啊 但是接收情况下就报错了啊 接收情况下报错 但是传递的时候不告错啊 这个前面给大家演示过 这是11 然后这怎么把这11消毁掉 对应的是哪个 这块消毁掉吧 啊 这些东西在哪 在哪个区域啊 这些东西啊 代码区域 是不是跟大家说了吧 函数是程序指令 是代码 函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是这个是啊 呃 在占据所谓的是变量 是不是啊 那这里面释放的话 就是怎么先 先创建的时候 是一层层往里面创建 释放的时候 也是怎么的 一层层从那个里层往释放 是不是啊 遵循的规则 叫什么规则呢 叫 呃 站 啊 遵循 遵从的规则也行 遵从的 规则 叫什么规则 大家知道吗 后进 先出 后进是哪个 是不是A啊 啊 啊 不是 sorry 后进的是不是这个A啊 是不是ABD中的这个A啊 啊 他要怎么的 先从那个站中出去 是不是啊 然后怎么还有一个是 先进 先进 后出 就这个规则啊 是后进先出 呃 这遵从 是这个遵吗 好就 大概就按照这些理解吧 是不是啊 这是他的存储规则 是不是啊 那可以大家举个例子 叫什么例子 叫这个 呃 叫沙筒原理 就拿个筒 去装沙子 是不是啊 怎么装呢 是不是啊 呃 戳一 戳一线沙子 往里面装一下 是不是啊 相当于装是哪个 是不是最下面这个 因为你桶子很大嘛 是不是啊 然后再戳一线的 装 装的是哪个 是这个吧 然后再戳一线 装是不是这个啊 你到的时候呢 或从这个 这里面往出 往中拿沙子 是不是先从顶上 拿呀 是不是啊 你不可能是从底下 往上拿吧 是不是你这底漏了 是不是啊 啊 否则情况 是不是这个是 从上到下 就是呃 先装的一定是最后出去的 是不是这样啊 啊 就是这个规则啊 就是我们战区遵循的这个规则啊 是先呃是先进后出后进先出 咱们这里面今天是不是还写 写一个单词叫什么 叫什么last 不是不是last 是first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来刘彬把单词写着发给我 刘彬表示他也忘了 是不是啊 那我算了啊 先先先先发一下 再 再次